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杂志天下 杨宝德的手机短信记录来看 导致他压力太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博导周某 杨宝德出生于农村 凭自身的努力考上了名校的博士生 很不容易 他选择轻生 那让人心虚啊 有媒体据此做了一篇报道 寒门博士之死引发热议 根据报道 杨宝德读博士之后呢 经常被导师要求参加各种应酬 在饭学来挡酒 此外 他手机上的短信还显示 这导师周某对他明确提出了 或者是暗示的要求呢 还包括什么呢 给他浇花 拎包 拿水 打扫办公室 去停车场接他 陪他逛这个超市 去他们家装这个窗帘 给他插车 给导师熟人的女儿做家教 等等等等 杨宝德 生前曾经表示 我不会拒绝人 导师要我做的 所有合理的不合理的事 我都去做了 这些不合理的事情 占用到太多的精力 导致自己啊 科研陷入到停滞 对于杨博士之死 这作家六六 在微博上评论说 现在的孩子 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 装个窗帘 买个菜 打扫个卫生 就委屈死了 所谓的学习 不仅仅是课本的 也是做人的道理 你伺候老师 那不是应当的吗 当然了 对于六六这种观点 大部分人都表示不赞同 伺候导师 不是一个博士生的 分内职责呀 这杨宝德读博 呈英维科研 抓不住重点 而苦恼 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伺候导师 这就很可能加重了 他的心理焦虑 他的遭遇啊 也反映出当下部分 博士的处境 有人就问啊 博士生 他怎么就成了 导师的佣人呢 从道理上讲 那些不合理的琐事 跟学业无关 导师呢 真不该要求学生去做 学生呢 也是可以拒绝的 但是到了现实当中 学生为导师做这些事啊 还真不少见 甚至呢 还有更过分的呢 像什么 给导师多年无偿打工 导师可以要求学生做什么呢 哪些要求学生是可以拒绝的呢 这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 对于导师的要求 大多数的学生 他做也就做了啊 甚至呢 有的人就认为啊 这就是和导师 拉近关系的一个捷径 但对于其他一些学生来说 不想干 他又不能不干 这时间一长啊 就会产生心理压力 一旦和学业产生冲突 就极有可能引发悲剧 正如杨宝德说的哈 本来就性格不开朗的我 由此就开始变得沉默抑郁 有人就说呀 导师的强势地位 决定了他对博士之死的 应该承担相当的责任 这暴露出来的 不仅是个别导师的失德匮乏 更是学术监管机制的乏力 大学里的师生关系 不应该像戏班里带徒弟那样 界限不清啊 师生之间 还是应该 厘清关系的边界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假字画江湖 最近警方破获了一起 假冒名家字画的案子 扣押了这个 一千多幅假的字画 涉及到诸多的名家 像齐白石 范征 启公 李可染等等 都被仿制假造了 几年前 一幅号称是李可染的字画 拍卖出五千多万的高价 但其实呢 这个呀 是仿作啊 造假者是北京书画圈的 一个名人汪某 这汪某啊 擅长仿造齐白石 徐悲鸿 李可染 黄有玉等 大家的书画 这公安机关就查明啊 说汪某伪造了 八十多幅名家字画 通过拍卖公司进行拍卖 成交额呢 高达六千多万 这齐敌假字画江湖 人们就发现啊 名家字画造假 还有涉及到了多个环节 首先就是这个造假者 他们这个字画水平啊 还真是比较高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汪某 你看是出生在一个文化世家 不但师从名家 甚至呢 还认识这个李可染和启公 有一位这个字画商人就说了 全里很多人都知道 这汪某啊 能仿制名家的字画 汪某有的时候啊 还会拿出某个拍卖公司的图路 说这里边哪些是他画的 卖出了什么样的高价 以此来炫耀 警方从汪某的家里 收出了六十多枚假的印章 就包括徐悲鸿的 齐白石的等等 二十多位名家的啊 这字画造假之后啊 接下来一个关键环节是什么呢 这个环节就是鉴定啊 只有拿到权威人士权威机构 开出来的鉴定书 才有可能得到市场的认可 而有些个鉴定者呢 他居然就坚守自盗 咱们不得不说到另外一个 叫徐某啊 他曾是鉴定范征书画的一个权威 他有多权威啊 二零零八年 范征亲自指定徐某 作为范征字画的唯一的鉴定人 而这徐某呢 却辜负了这个信任 给假冒范征的书画呀 开鉴定证明 有一位造假者呢 就说了 徐某曾经和他一块商量 说等将来范老师范征去世了 啊那就是我们说了算呢 碰到范征的真的字画呢 就说是假的 而碰到了仿造的假的字画呢 就说是真的 到那个时候范征的征绩就没有市场 造假者呢 反倒能以假冲征了 不过还好啊 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啊 因为虚假鉴定 哎呦 几年后他已经被取消了鉴定人的资质 你看 仿作 印章 鉴定证书 都齐全之后 还有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那就是拍卖 按照汪某的说法啊 他在被抓之前 还刚刚卖掉了一副假话 而且呢 是拍卖公司 知道是赢品的情况下 给拍卖的 有一位业内人士就说了 某些个拍卖公司啊 他或多或少啊 都会有支甲卖甲的情况 有的是上拍前 没看出来是假的 等到到预展呢 才发现 可到了那个时候 已经撤不下来了 就稀里糊涂给他拍呗 有的是大客户拿过来的 他们也明知是假的 可又不敢得罪对方 那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给拍了呗 按照拍卖法 拍卖公司 对书法 字画的真伪 是不用负责任的 这么一个免责条款 原本是为了 鼓励字画拍卖市场 不过到了实际操作当中 却被某些拍卖公司 转了漏洞 作为挡箭牌 但叫支甲卖甲 把拍卖变成了一个 销售假画 假艺术品的 一个合法的平台 这是书画市场乱象的 一大根源 有专家就说了 必须对这个条款 进行修改 要进化字画市场的环境 看来 假字画的江湖 在这个造假链条上 任何一个环节 都不能免责 好 继续回来 其实呢 艺术造假 也不是咱这独有的现象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德国的造假牛人 他叫什么呢 叫沃尔夫刚 他伪造的名家作品 骗过了各路鉴定专家 被送进世界各地 最有声望的画廊 他的十四幅这个伪作 卖出了五个亿 为了创作出一幅伪作 这沃尔夫刚啊 也是费尽心思啊 那有人拍过一部纪录片 叫苏富比伪画大师 还原了他造假的整个过程 你看啊 颜料 它是手工研磨的 确保符合 他所要仿冒的那个年代 画完之后呢 再放进烤箱 加速画面的老画 形成合理的锻炼 还考完之后呢 又用运斗啊 给他一运瓶画布 放到盒子里 在盒子里呢 给他烧几百根香烟 让这个烟味啊 熏净到这个画里面去 这个画闻起来 就有了一种挂在墙上 挂了几十年 上百年的感觉 最后 再撒上他收集上来的 旧的灰尘 一幅伪作就完成了 仿佛真的流传了上百年呢 跟一般的造假者不同啊 这沃尔夫刚啊 他并不仿佛 现在的名画 他在深入研究名家之后呢 找出艺术家创作的一个空白 就自己啊 凭空伪造出一幅画 然后就说 这是大师遗师的这个名作 哎呀 他这个造假水平究竟有多高呢 这么说吧 他的假画 竟然就卖给了 所有仿冒艺术家的妻子 对方买了他这个伪作呀 真的就认为 这是他丈夫生前创作的 最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啊 他甚至就清除于蓝 还胜于蓝 2006年 他伪造了一幅画 叫《红马肖像》 说这是德国知名画家 坎本东克的作品 这幅画一经面世 立刻引发 德国艺术界的震动 纷纷说 这是坎本东克 最完美的作品 还有啊 法国有一位著名的画家 叫恩斯特 被称为是 现实主义的达芬奇 他的一幅画呢 起步价就是500万美元 说有一年 市面上出现了另外一幅画作 据称啊 是恩斯特 从未面试过的作品 经过一系列细致复杂的流程 被鉴定为 真的是真品啊 是失传的真迹 估价呢 高达700万美元 但后来就发现 这也是沃夫刚画的伪作 不过呢 你看收藏家就说了 我还是要收藏它 理由是什么呢 说如果恩斯特真的画了这幅画 那应该是他最好的作品 当然了 我富刚造假会那么成功 不仅因为他有高超的画迹 更因为啊 他懂得艺术市场的集体心理 他知道 艺术圈一直在可求 夺人眼球的大师的名作 因为这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 那鉴定家 中间人 拍卖行 都可以收高昂的佣金 那买家和卖家 也可以各得其所 正是这种狂热的需求 就滋生出伪作的空间 我富刚的造假经历 也给艺术界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的伪作比真品更出众 为何真品能卖天价 他的画作就是废纸呢 艺术作品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文章标题 比尔盖茨19年前的预言 全部实现了 说这个19年前 比尔盖茨呢 在这个书里啊 做了十个大胆的预言 这些预言呢 在当年 那听起来简直就是太荒谬了啊 但现在啊 你看19年之后 人们一对比就发现 他的预言呢 竟然全部都实现了 你比如啊 移动设备 这个盖茨当时就预言 说人们将随身携带小设备 并能够随时看新闻 查看航班 获得市场金融的这个信息 等等吧 现在呢 智能手机 让这些个 还真就变成了现实 这个说当年呢 这个盖茨还预言 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 来支付账单 来关注自己的财务状况 你看现在 人们不仅网络购物 电子支付 甚至出门 都不用带钱了 这个盖茨还预言了 社交媒体 说用户啊 可以拥有私人网页 进行社交 现在大量的社交应用 让人们轻轻松松 跟朋友啊 跟陌生人啊 进行互动 这个盖茨还曾经预言 说将来的网络 在线社区啊 不会受到用户的 位置影响 而会受到用户 兴趣的影响 你看现在 各种新闻网站 在线社区 都是以不同的主题 为核心 把相同兴趣的人 给他汇在一块 此外盖茨还预言过 个人助理和物联网 他说呀 个人助理将被开发出来 以智能的方式连接 并且允许在不同设备之间 交换数据 看看现在 虚拟的语音助手 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提供个性服务 当然了 相比于已经实现了的预言 人们更关心的是 盖茨对未来 还有什么预言 这个还真有啊 比如这个去年 比尔盖茨给大学毕业生 写过一篇纪语 他说呀 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机会 存在于三个领域 听好了 人工智能 能源 以及生物科学 因为人工智能啊 可以使人们生活 更有效率 更有创造力 那能源革命呢 对于消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 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 生物科学 可以让人啊 活得更长寿 更健康 要我说 十九年前的预言 一个个都实现了 这盖茨 不仅是首富 人家还是预言低也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杭州一位九龄后小伙子 在小区用快递盒给流浪猫啊 搭建了一栋豪华别墅 这别墅啊 分上下三层啊 门窗屋顶一蕴俱全啊 还设有玩耍区域 晒太阳区域 睡觉区 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流浪猫啊 住了进去 小区里的居民 也时不时带着猫粮和玩具 来探望喵星人 让我们为大家的爱情和善良点赞 湖南大学法学院 一位副教授火了 他呀 九龄后 不光年轻有为 还长得特帅 同学纷纷表示 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 何以称啊 外校的同学啊 只能是羡慕嫉妒 又是别人家的老师 好 继续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往事 今天是一月二十二号 一七六五年的今天 清朝书画家 文学家啊 郑板桥去世 说起这个郑板桥 大家首先想到的 就是他的竹子啊 还有那一句 很多人奉为座右铭的四字真言 难得糊涂 按理说 这样的郑板桥 性格是与世无争 淡然自若的 但其实啊 他身上最大的标签 就是毒蛇 可现在啊 那妥妥的就是毒蛇大威啊 那是怼天怼地 怼空气 那是怼着谁 就要怼谁啊 说有一回 有个土豪老乡 来请他写诗 他听说这土豪啊 评子里 没干过什么好事 他一气之下呢 就写出一个 打油诗 说有钱难买竹一更 财多不得 绿花盆 这个缺之少业 没多损 这德少修要 冲斯文 每句的第一个字 连起来就是 你看 有 财 缺 德 这这满桥不光 不待见这些个土豪 对文人呢 他也看不惯啊 特别是那些个 只想当官的文人 他就说 一捧书本 便想重举 重镜使做官 后来呢 越做越坏 总没有个好结果 因为他爱怼人 那个个性 得罪了领导 被开除了 不做官了 这郑板桥呢 就到扬州一带啊 卖画为生 那个时候的扬州啊 那艺术圈也叫 百花齐放 出现了一大群 奇怪的画家 郑板桥和 另外七个小伙伴 组成了一个组合 那也就是大家 非常熟知的 扬州八怪啊 说起来啊 郑板桥的人生的 总结起来 就是两个字 任性啊 在职场上 看不惯谁 就怼谁 在画画这身上 他是怎么任性 怎么画 别人画画 那都是画在中间 题字放两边 郑板桥不一样 你看啊 他硬是啊 把字提在竹子里边啊 哪里有缝隙 就提到哪里啊 任性的郑板桥 喜欢画竹啊 其实呢 他画的也是他自个儿啊 无论外界有多么杂乱 他的内心啊 始终像笔下的竹子一样 有清晰啊 坚定的准则啊 1765年 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年 毒蛇了一辈子的郑板桥 又画了一幅竹子 上面的题词就是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更原在破炎中 千磨万机 还奸镜 任而东西南北风 好 继续回来 我们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啊 浙江有一位母亲 带着14岁的儿子 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 徒步穿越温州苍兰县的 举西大峡谷 说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意志力 哎呀 因为太过危险 这峡谷附近的居民 听说这情况后呢 就请来了救援队 最终啊 将母子俩劝回来 护送他们呢 返回到安全地带 有一句话呢 咱们都听过 叫宝剑风虫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现在这个不少家长啊 特别重视对小孩的 艰苦的磨炼 认为孩子要成长 就必须得吃苦 要磨砺 但吃苦 你也得有个度啊 像这样 无装备穿越大峡谷 那无一就跑得太偏了 要知道 这个季节 峡谷里呢 是寒气逼人 岩石上 都已经结了病了啊 而且呢 这举西大峡谷 还是一个 未经开发的 原生态的峡谷 这里边溪流蜿蜒 山路难行 有装备 都不能随便乱走 更别说 你毫无装备啊 据了解 在救援队赶到之前 这母子梁啊 已经摔过很多次了 而且呢 都跌到过水潭里 救援队赶来的时候 两个人的腿啊 都已经湿透了 这孩子啊 走路在这发抖呢 站都站不稳 那组着一根木棍 当做拐杖 而妈妈呢 跟在后边 监督儿子 继续向前走 你说说看 要不是救援人员 及时赶到 这母子梁啊 后边还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呢 说起来啊 类似这样的例子啊 还有不少 前几年 深圳 一位这个父亲 为了磨练了 八岁的女儿 哎呀 暑假呀 顶着这个烈日高温啊 带着女儿呢 徒步七百多公里 走回湖南老家 走了二十多天 还有什么 中国最小背包客 而父母呢 从孩子一岁多 就带着他呀 徒步旅行 一年中有六七个月 都在那爬山啊 睡帐篷啊 吃野菜啊 每天要步行十多公里 现在呢 孩子五岁了 都不让上幼儿园 这些父母的做法 就曾经引发过 不小的争议 有人就觉得 这个做法呀 和那些过分注重 分数的家长呢 其实啊 它只是属于两个极端 也是一种教育的焦虑 在这些父母看来 过度学习呢 是不可取 孩子最重要的 要到外面去锻炼 要经历风雨 于是呢 就有了父亲带女儿 徒步七百多公里 就有了最小背包客 就有了现在的无装备穿衣月 原始大峡谷 磨砺孩子锻炼意志力 无可厚非 但吃苦必须要量力而行 不能走极端 要符合孩子的年龄 和身心发展的规律 你看有医学专家就说了 超复合的运动啊 往往会让孩子的骨骼呢 受到损伤 甚至引起肢体的生长障碍 而且呢 家长对吃苦教育 那理解上啊 也有些偏差 总认为吃苦 那就是让孩子受罪 受折磨 但其实吃苦教育 更多的是挫折教育 要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的精神 你比如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 或者呢 和同学有些小矛盾 这个时候 学校家长应该适时的 加以引导和教育 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 人际交往能力 让他能够独立的 来面对挫折 来解决问题 要不说呀 让孩子无装备 穿越原始峡谷 这只是吃苦 不是教育 好 接下来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学生时代 每到期末呀 同学都会收到班主任写的评语 这评语呢 也基本就大同小异 什么该生 怎么怎么样啊 所以呢 也被称为是该生体 不过最近 广东佛山 某中学一位班主任 关文君老师 他呀 不走寻常路 给同学的期末评语呢 是一首一首的诗 这些个诗歌评语啊 不仅将每一个学生的名字 融入到诗里边 还配上了诗句的寓意解释 你比方说 他们班 有一个叫李子晴的同学 这关老师呢 给出的评语是这样的 叫东缘节陶礼 西缘众商子 细语论大地 晴空 放长晴 这结尾最后一个字 拼在一块就是李子晴 这么一个诗歌评语 让人是眼前一亮 也让收到评语的学生 心里一暖 感受到老师啊 对自己的特别重视 我们常常说呀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对于这些个同学来说 期末也不只是眼前的分数 还有老师的评语 我们特别要提一句啊 这位关老师啊 虽然写的一首好诗 但他呢 并不是语文老师 人家是生物老师 有人就开玩笑说 以后咱可以说 我的语文 是生物老师教的 其实关老师 不光期末 评语 爱写诗 在自己的生物教学当中 他也诗歌化 比方说为了让学生 直观地感受 稳态失调的情形 他就改了一首歌来解释 说头疼的无法呼吸 再也找不到往前的勇气 眼睁睁地看着你 却无能为力 脉管 喷脏 血压升高 我只需要你养气 怎么样 是不是一听就懂了呀 其实甭管是诗歌评语 还是诗歌教学 都让我们看到 关老师的良苦用心 在这呀 我们也试着 送关文君老师一首 好不好 叫诗文以政君 句句总观情 好 继续回来 最近一则招聘启事 刷爆了这个朋友圈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薪水 年薪35万到40万 高兴 我们再往下看一看 没有学历要求 年龄在60以上 有一年以上的网购经验 最好是广场舞意见领袖 这么一个招聘就炸了锅了 不少年轻人就纷纷哀嚎 什么 感情我天天加班 还不如我妈网购跳广场舞赚得多 还有年轻人就落落地问 我心里年龄60多了 可以吗 当然了 年轻人这都是瞎凑热闹 广场舞阿姨那才是主角 据说招聘启事发出来的第一天 就收到了上千份的简历 这个招聘启事是某电商平台发的 招聘的是老年网购体验员 主要是让他们来深度体验 某一款网购产品 还希望他们通过调查走访的形式 来收集中老年群体网购消费的意见体验 你想想 这工作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呢 当然就是广场舞一枝花 身为广场舞意见领袖 那都有一定的号召力影响力 搞定了他们 那就相当于搞定了一大波的老年人 说白了啊 就是在小区里跳广场舞 和老姐妹唠唠嗑 再说一说网购那些事 当然了 这么一则招聘启示 也让我们看到 现如今买买买啊 早已经不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了 老年人和咱一样爱多手了 你像前不久发布的2017包裹大数据 它就显示啊 说50后网购的包裹量 竟然超过了00后的 不得不说呀 姜还是老德拉呀 而且呢 他们买这个东西 跨度特别大 什么都买 小到充值卡 大到空调 卫浴 以及呢 衣服鞋子 那都是老年朋友消费的助力 这为了更好的为老年人服务 当然就得了解老年网购者的喜好 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年薪40多万 招聘广场舞大妈 也挺正常的啊 看到这呢 咱只想说 爱跳广场舞的 运气都不差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 脏脏包啊 最近又一款网红食品是横空厨师 那就是这个脏脏包啊 脏脏的面包啊 顾名思义的 就吃的时候啊 嘴巴呀 手啊 都变得脏兮兮的啊 他火到什么程度啊 很多明星 为了他不顾形象 那刘诺茵 吴星 王源 一个个把自己吃 吃成了花脸猫啊 就连孙杨前阵子 因为训练晒黑了 也自嘲 说自己啊 晒成了脏脏猫 你看经过这个明星 这么口口相传啊 那脏脏包呢 更是火出了天际啊 说在北京 有两家网红店 因为买的人太多 都限购 说每个人只能买两个 甚至还出现了黄牛党 高价代购呢 脏脏包 套用那话就是 我很脏 可是我很红啊 那脏脏包为啥红呢 首先 当然就是因为 它和传统面包不一样 你看 长得黑不溜秋 吃起来脏兮兮 再看脸的面包界 这简直就是一股清流 让大家都愿意拍照 来发朋友圈 而且呢 不会有人说你脏啊 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 好玩 好可爱哦 这么一传十 十传百 不就红了吗 此外 脏脏包 看似不雅的 吃相 却可以让我们 暂时放下端庄严肃 释放出心里那份童征 就好像回到小的时候 你想想看 谁小时候吃东西 不是吃得满脸脏兮兮的呀 脏脏包 让你黑着脸 也让你笑开眼啊 好的 感谢收看 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 天下言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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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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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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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